欢迎大家来到CShop面向对象编程系列课程 今天我们要讲的知识点是自定义转换 那么首先大家需要知道什么是自定义转换 那么为自己的结构或者类定义显示和影视的转换 就是自定义转换 那么首先自定义转换 大家可以知道分成两类显示和影视的 并且是为自己的结构和类 并不是为系统的语言自带的那些结构和类所定义的转换 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自定义转换呢 为了让我们自己的结构和类可以变成一个语气的相关类型 并且为了让这种转换变得更加简单 顺其自然 自然而然看起来非常的简单 就像派生类的引用转换成复制给鸡类的引用时发生的转换一样 这种影视转换 这是一种影视转换 那么就像派生类的引用转换成鸡类的引用一样 简单而自然 那么假如我想相关的类型 我想把我的狗狗变成一个猫咪 我们之前不是有个宠物商店的例子吗 虽然狗狗和猫咪这种类型不怎么相关 相关性也比较差 这种转换也将非常荒诞 我们只是举一个例子 表明自定义转换 是怎么样一个意思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影视转换的语法 首先我们是想将猫咪的类转换成一个狗狗的类 我们为猫咪的类定义一个静态的方法 那么实现影视转换本质上是定义了一个静态的方法 那么所以是public static 必须是public static 这两个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是影视转换 我们就使用implicit 并且这使用operator观念字 标明这是一种转换操作 像操作符一样的一种操作 这个本质上是一个函数 但它并没有函数名 只有一个返回类型是dog 想要把猫咪转换成dog 那么在转换这个静态方法的内部 就是哈利波特正在使用它的魔法 把猫咪变成一只狗 好 那么大家再来看显示转换的语法 显示转换的语法和影视转换的语法 几乎一模一样 只有一个观点字的差别 就是一个是implicit 一个是explicit 分别表示影视和显示 那么在操作上 它们有所差别 那么显示转换需要加一个括号 并且括号中放一个转换的目标类型 那么期间的过程也是基本上一样的 只有调用的时候会有所差别 好 那么我们可以为我们实际的代码 具体来指定一个转换 好 那么我们接着上节课的宠物 是吧 是我们有狗狗 我们想把狗狗转换成猫咪 首先public static 是一个静态的功用的方法 然后我们调用关键字 是吧 implicit 狗狗转换成猫咪 然后是我们的operator 操作服 狗狗转换成猫咪 那么目标类型是猫咪 我们的原类型是狗狗 那么return一个 生成一个新的猫咪 这只猫咪的名字 就和我们狗狗的名字是相同的 完成了 这就是一个影视转换 我们把这只狗狗转换成猫咪 我们来新定义一只狗狗 比如说dog 然后我们想把这只狗 这狗看它是怎么叫的 speak 运行一下 好 汪汪 对不对 我们把狗转成猫 我们这里定义一只猫咪的 cat cat 等于 等于 我们不用new 我们用转换 dog 然后直接复制 因为我们上面用的是影视转换 所以不用强制转换 操作符 好 然后这只猫咪 我们观察一下它的行为 这种经过是吧 生物工程的猫咪 是不是正常 cat 然后print name 它名字答应 好 我们发现这只猫咪的叫声 它仍然叫杰克 但是它的叫声变成了妙 是不是 变成一只猫 那么我们同样 可以再为猫咪定义的转换 这是一只猫咪 我们可以为猫咪定义一个显示转换 然后explicit 然后operator观念 想要转换成谁呢 转换成一只狗狗 谁转换成狗狗呢 猫咪转换成狗狗 怎么转换呢 好 哈利波特 开始 使用魔法 就是new的狗狗 狗狗的名字 勾造函数 输入猫咪的名字 对它进行初始化 那么这个时候 猫咪可以显示的转换成狗狗 刚才是狗狗可以影视的转换成猫咪 新定一条狗 狗狗的引用 Dog2 等于什么呢 把这只猫咪转换回来 这样转换肯定是不行的 会爆错的 基于我们会显示 你看存在一个显示的 存在显示 是不是我们存在显示的转换 我们把这只猫咪 强制的转换成一只狗狗 然后我们再把这只狗狗的行为 进行一下 确认 确认它是条狗 首先是条狗 输出汪汪 都是杰克 然后变成一只猫 然后再变成一只狗 这个动物真是被折腾的够惨 其实这并不是原来的狗 这在转化的过程中 拗出了新的对象 因为它本身是只猫 实际上是不能变成狗 我们只是把它的基因 这里就是它的名字 复制给一只新的猫 只是猫是新的 基因和狗一样 名字和狗一样都叫杰克 当反过来转化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道理 今天我们自定义转化的课程 就上到这里